他的通讯员受中将,而他在李先念的力宝下财寿大校罗后福,1955年受军衔时除了考虑战功和资历外其他的方面也是要综合考虑的,因此有一部人战功卓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军衔受低了。 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位,罗后福,罗后福,湖北红安县员黄安县人19岁参见革命20岁的时候参加红军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1929年,可以说他的资历是比较高了土地革命时期,他已经任中共河南光山县区委书记,县委书记,厄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等多个职位, 且还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,抗日战争爆发时,他最高的职位为新次军第五师旅长兼军分区副司令员旅籍,解放战争时期最高职,物卫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,军级除了军中职位再说他获得了奖章,三枚一级勋章,八一勋章,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,在军中能够同时获得这三一勋章的人,总共才100%, 四十五人,而罗厚福就是其中之一,如果按这个资历来说,1955年罗厚福至少是中将在不济也是少将了,但是他仅仅是大校,还是在李先念的立宝下的大校据说,罗厚福当年曾救过一个小通讯员,而这个通讯员后来被授予中将了,后来这个中将去看望老首长的时候,得知只受了大校,当时抱着罗厚福的, 大腿就哭了,这也从侧面说罗厚福的军衔,有点低了那么,为什么会低呢?罗厚福低售军衔总共有两种说法,一是他性格问题不遵守纪律,解放战争时还受到了处分,这影响他的军衔了,还有一种说法,是他帮岳父贩卖鸦片, 不过具体低售的原因,大家只是一种猜测,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1961年罗厚福,终于成为开国将军中的一员了,在这一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,这也许,就是他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了。 感谢观看